没关系,我今天就带人讲大家好 那么呢,这些天呢我们也是在养伤 这个伤病呢,我们其实也是看到一些医生 然后呢,发现其实比以前要更加的严重 软骨有损,然后骨磋伤 然后还有一些肌腱问题 但是呢,这段时间呢,你懂得我也打不了球 多减身,然后呢,在家里 看看蓝球视频,然后今天呢,我打算给大家做一期 看这个B站私信小消息的这么一个 一个视频,因为B站私信 我基本上都不看的,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正好呢,就整个用一个视频来回复 这个给我过去几个月以来 这个回复,这给我发私信的人 私信发问题的人 有的时候我回,有的时候我不会回 所以呢,你懂得,一个一个回 你懂得好,我们就这么来看 第一个人,好哥,这货盗你视频 盗视频呢,其实呢,你懂得 盗视频的人非常多 我现在赢多的就是赢我,就是数不过来了 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没关系 盗视频也是我这样的脸,没关系 而且呢,这更多的帮助到这个想达 这个想提升,呃,打球技巧的朋友 其实也挺好 呃,你继续来 这个,大家好 哥们能不能出一期这个房老师遇到handcheck 如何应贵的视频 其实呢,这个视频呢,你懂得我出过 但是呢,快睡着啊 但是呢,handcheck呢,我跟你说 handcheck,当一个人把手搭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就用你的那个,用球,呃,运,另一只手 一个手运球,另一只手,就是护球手 你把它从你的,它的手从你身上扒开 就OK了 但是,当然呢,还包括很多这个,你懂得,身体素质 但是呢,其实呢,就是当一个人handcheck你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你的护球手去 把他的手给砍下来 你懂得 其实以前视频都说过 来,下一个问题 UP你好 打全场对面131进攻战位 把我们232打抱怎么办 那么呢,首先呢 131其实就是打23的 那就是有这么个战位 你23联方被打抱的 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就是球员 这个23打的有问题 然后可能自己球员自己本身 水平没有那么好 对吧 23其实很多是需要一些沟通 还有这个 呃,战术 联方战术本身的一些 基础概念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球队 每个人水平 或者每个人对23联方的理解什么样 所以我每份好好回答 但是呢 你们就干就行了 你懂哥 下个问题 哎,好哥 出一个篮球持球加速技巧的视频被瑟瑟 哎,跳出去了 哎,我打球 无球加速还算快 三威胁第一步也还行 但是运球加速就不行了 难受赢 抓狂,抓狂 那么我跟你说 这个呢 这个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明你运球还不够好 对吧 你无球加速快 像是你三威胁第一步加速快 你就运一次或者不运 说明你速度本身就很快 但是呢 你运球加速就不行了 一个就是可能你会顾忌要丢球 对不对 那实际上就是运球这个不够强 那么呢 运球加速怎么练呢 你就多练运球加速 你就经常在球场上 你就啊运球全速跑 那左手右手都要练 然后呢 你可能一开始会丢球的 但是逐渐你适应了就适应了 然后呢 你就多练带球 全场底线到底线带球这个跑 然后呢 你就赢了 来,下一个问题 左手很弱 不会运球怎么办 这个回答过 这个视频发过 下一个问题 您好 我是最近才开始接触 接触打球的女生 一米六五入五 中距离投放运动力不错 但三分线不可以 整个力量不行 运球 不能跨下 背运够准不可以 这个呢 其实呢 你把你的这个 问题就已经告诉我了 你看你自己说的 三分线可能身体力量不行 对吧 那力量不行 你就加强力量 那加强力量怎么做呢 你就做一座服务撑 对不对 不一定非得去健身房 或者去做那些比较复杂的东西 你其实基础力量 你做一座服务撑 对不对 做一座羊群 我现在 我现在我也 我也就是不能打球 有的时候我会去健身房 但是实际上 你再加时间多的话 你就原地做服务撑 你就搞搞 服务撑可以一天做很多 然后呢 运球不能跨下或者背运 那么这个就是要训练了 这个直接让我之前有视频 很多人这个问问题 其实都在问我之前视频里讲过的问题 那以后呢 我又有没有可能重复发这些视频呢 有可能讲就是不同的视频 讲同样的内容 但是呢 这个 其实呢 大家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 翻一翻以前的视频 你们讲的其实还是蛮全的 请问有没有一些 针对篮球初学者的一些建议 那么这点呢 你可以选择 这个加我的微信 购买我的篮球训练计划 对不对 训练计划就告诉你 怎么具体的训练 这个人也之前发了好多消息 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回 我好像电脑上回过他 那后来电脑的这个微信 不是电脑的这个私聊实际上 实在是太卡了 所以呢 我还是用这个 用这个手机 那么这个人说 我发现有基本功和突破能力 比需要有很多人都好很多 但就是心里不敢 图没有那种自信 有时状态 有时有状态的突破很恐怖 但是这种情况很少 甚至还不如我基本功差的人厉害 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怎么办 那么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在我的视频里也说过 那么呢 首先呢 你 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 当一个人的水平 和一个人的发挥 本身水平和发挥水平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你可以就是一个2K平衡机 非常90多的人 但他发挥 发挥的特别烂 对不对 你也可以是一个2K平衡机 技术的人 但他发挥 那个人位置超好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然后发挥的是一个A机 你懂得 发挥的比赛本身就是水平要高 那么你就是相反的 你水平可能比你身边的人高 但是你这一打比赛发挥 你也自己说了 没有那种自信 对不对 有状态的时候突破很恐怖 但是没状态就你懂得 那么呢 我好像也出过视频讲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你就等 首先呢 是这样的 你的水平 大多数行动下 你的水平要是在这的话 你打比赛 水平会在这 如果你水平呢 要是在这的话 你打比赛水平就在这 如果你的实际水平在这的话 你打比赛你就到这 如果你的实际水平在这的话 如果你的实际水平在这的话 你懂得 你懂得 看下个问题 下个问题 下个问题呢 我看一下 是这个 好哥做欧洲部总是容易被说抡肘怎么办 那么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你应该 没关系 你做欧洲部就是要抡轴 没有篮球里没有人规定说你不能去做这个 只要你不是故意的去拿轴子对着对方去这么走 就没关系 你平时像哈登那样 没关系 人比你太近 你把它轴了你就轴了 它活该 对吧 因为欧洲部呢 其实就是 如果往上去了 就是要 这个技能本身就是要让轴子去威慑到对方 你看 别人看到你轴子起来就不想防你的 然后你就想玩了 对不对 他要是过来的话你就打 他打死 这个其实是没问题的 你当别人说你欧洲部总是抡人的话 你就说 没必要跟他说 你继续抡他 下个问题 哦 胡哥 胡哥 以后叫我好哥 胡哥听着他妈了 操 你在德文的新视频里出现了 在海上哪比赛 一万小时 episode 10 嗯 对啊 我知道 在我的那个 你可以看我 这个状态里 其实也发过 team china 中国精英队 嗯 但海滩打比赛 我也不太喜欢 这个 这个 D 你懂得不喜欢 球也懂 然后 框也不行 还有风 速度 投篮全都没了 优势全都没了 但是你懂得该打就打 然后呢你就 你就上上视频了 感谢上帝 下个问题 大学想打CUBA要什么水平或者什么要求 我现在初三可以做什么准备 欢迎你购买我的篮球训练计划 加我的微信 符号 下个问题 下个问题 我发现 下个问题 我发现你的小弟 你告诉我谁是我的小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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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个 下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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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说什么 哇哇 这人我可能以前回过吧 发这么多 好吧 那我们就看一遍 好的 我们现在 开始打五校联赛了 我们学校的球队不是最差的 但是到了现在我们没有赢过一场 甚至输过了一场 最弱的球队 然后队友心态也爆炸了 本来我们觉得就没有什么沟通了 现在简直就是自己打自己的 要不然 要不然就是能传就传 还是让一下怎么鼓舞气气和活跃气氛的方法 然后我是打中锋的 身高虽然有优势身体也可以 但就是不够硬不敢打也不敢定 而且特别容易紧张 一紧张就是一个傻逼 拿着球都不知道干什么 想知道有什么解决方案 愿主保佑你 愿主也保佑你 上帝保佑你 那么呢 其实呢这个打 我再说一遍 我觉得呢这个位置呢 其实大家可以忽略不及 你打什么位置其实无所谓 你把自己的问题都说了 那就拿这个问题说 不用拿位置说 问题你说你不敢打不够硬 不敢顶 一向上都特别紧张 那么呢实际上这个侧面反映出来的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打的还是不够多 可能呢你水平就是有一定水平 但是你这个打不够多 就导致你没有自信心 不敢去做 那么实际上呢 你做的不够多 你需要做什么 就是做的再多一些 那就是说你要更多的去训练 更多的去做一些摩尼比赛的一些事情 或者再简单点就是 再多打 你可能打并不好 但是呢你不可能一直不好 如果你一直打的话 比如说就玩玩那个小游戏 玩那个 愤怒的小鸟什么的 你可能一开始打 就是 特别烂 但是如果你一直不尝试的话 一直去做的话 也没准去有提高 哎不是没有 就肯定会有提高 然后你逐渐 你从一个垃圾 你从你现在你自己说你是一个 一个你懂得这个东西 那没准你再过一段时间 你就牛逼了 然后呢平时呢你打球 你多分析对不对 平时除了你自己训练 打比赛以外 训练打比赛多分析 然后呢希望你比较越好 好吧 哎下个问题 变相老是被乱 变相中心到底保持多高呀 变相呢 我跟你说打篮球呢 有一种人 就是专门掐着变相 在你从球 从一边变到另一边时候 身上一掏 然后你球就没了 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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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种可能性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球太高了 那么你训练平常训练的时候就可能会把自己重心压低 对不对 除此之外其实就是一个变向的 还有一点就是你碰到一些专门喜欢断变向的人 你就不要专门去变向 没人规定你过人必须得变向 对不对 过人可以直线走 可以in and out 可以in and out变向 可以转身 可以胯下 你把招数结合起来 然后到你该变向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你 这个时候变向 然后人就死了 这两个人问题差不多 训练计划搁哪 山上篮球加了微信后怎么做 加了微信后问我 问计划 然后我会把计划的简介发给你 来吧继续 Q了我平常原地运球没有问题 一旦突进去就丢球 怎么办 那么这个事件要说给你 因为运球呢 你不只是原地 运球你也要练一些 这个行进种运球 你也要练一下突破 没人说你运球 原地运球没问题 你就一切都没问题了 原地运球没问题的话 原地运球只是比赛中的一部分 你要想的是除了原地运球以外 你还要去走路 对不对 你光站起来了 你得 你还会得走路 对不对 然后除了走路以外 你还得跑 你得加速运球 所以这是各方面 各方面面 其实多少点到 然后一旦 一旦 戴球突进就老丢球 那么这个时候 一个是设计到经验的问题 在你突进之前 你看到鞋房在哪 那就是你自己球感问题 你球感要是好的话 你不管你身体速度 这个你的本身速度多快 你带球速度多快 你都丢不了球 继续练 up 你是不是云南的 你是不是来云南了 也伸了腿 那这个不是我 没有的事情 继续 好 胡老师请问 近视练习投篮的时候 是不是该不该戴眼镜 毕竟实战不戴嘛 那么我呢 其实我这个戴不戴眼镜的问题 我之前也发过视频 那么我呢 就说我的问题 因为我也是近视眼镜 我从来打 我打球从来不戴 我戴眼镜的时候就是 胜目中会戴 看一些远的地方会戴 有时候就是平时会戴 但是打比赛我从来不戴的 打比赛我就你懂的 虽然是框 你不戴眼镜 框就变大了 你就随便扔你就近了 多练 主要还是多练 不管你戴不戴眼镜 你就多练就行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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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心态很差 球风也很软 实战经验非常少 最近打比赛 比赛失误非常多 我就不敢打球 不敢运了 根本不敢打了 打球了 也说不自信 这怎么办 心态崩了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讲过 你就 首先你心态差 球好差 证明两个问题 这个一个呢 是说明你练的还不够多 还有一个问题 说明你打的不够多 其实这样 实际上这些问题 大家就是看我 就是讲一讲去 发现我最后讲的 都是一样的内容 一个是你要发挥 发挥呢 来自于你打比赛的经验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训练 训练提高 你本身的人设高度 对不对 对吧 你本身水平在这 你发挥可能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呢 多练 多练球 多打球 多打比赛 多训练 怎么训练 欢迎大家朋友 训练计划 怎么打比赛 你就打比赛 你可能一开始 我们又重复了 一开始可能你打得很烂 但是呢 你老去打 老去打 你就赢了 赢了你就进步了 然后呢 你就等你这个阅历 越来越高 等你训练 你自己本身水平 越来越高 一高人胆大 你就不会有一次次 你就牛逼了 对吧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可能需要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但是呢 你会知道 你自己心里上 你每年都有进步的 然后呢 突然有一天 你就牛逼了 你看到NBA很多这个 NBA所有球员 NBA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打的好多球员 你会发现他们其实 NBA水平够高吧 NBA水平世界最高的 但是NBA的这些球员 不止一个两个 几乎是所有人 他们每年都在进步 詹姆斯每年都在进步 利拉德每年都在进步 库里每年都在进步 哈登每年都在进步 Kemba Walker每年都在进步 格里芬每年都在进步 格里芬三四年前的时候 中头还投不进 现在各种后车步三分 WTF 对不对 杜兰特每年都在进步 Kawai每年都在进步 这个希腊怪兽每年都在进步 呼嚎也在每年进步 你懂得 然后呢 你就赢了 怎么进步呢 欢迎大家购买完的训练计划 购买完的训练计划 你就啊 不说 下个问题 这个之前回答过 不说 up主打篮球的人 特别是打节奏特别快 动作特别激烈那种 有没有什么适合包养 膝盖和脚踝呀 那么膝盖和脚踝呢 这个我们现在呢 也是我现在也是膝盖有问题 脚踝呢 我可以先说脚踝 因为脚踝呢 是我很早以前 这个小的时候 经常会皱伤 然后后来发现呢 我当时就特别想 这个买那个什么 买那个护踝 对不对 每次打球都要带护踝 后来发现 实际上护踝的用处 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护踝如果 你带久了以后 你的这个脚 你就会依赖后踝 对不对 反而你需要做的是 强化你的这个 本身的这个脚上的 这个脚踝上的力量 那么脚踝力量怎么练呢 你懂得 你就平时在家 你就转脚踝 对不对 你顺时针转好几下 然后呢 你顺时针转 你顺时针转好几下 你顺时针转 左脚右脚 对不对 然后呢 平时做一种 体重呀 体重虽然很多人 以为是练小腿的体重 就是电脚尖 那实际上也是承担 一部分的脚踝力量 对不对 然后平时呢 你懂得 你打球 比如说自己 这个 自己没事 练头儿的时候 对不对 没必要带任何护去 你就自己穿一个 这个 甚至可以穿个低帽 自己练 那逐渐的 你这个打球 打久了 你的脚踝力量 就起来了 然后呢 这就是 最好的保护 膝盖呢 也一样 膝盖呢 一个是你要拉伸 对不对 每次训练结束以后 无论是你打球训练 还是健身房训练结束以后 你要都拉伸 早上晚上训练结束以后 还有一个就是 你怎么让膝盖就不受伤了 就是你要把膝盖 你的膝盖 周围的力量强化起来 尤其是大腿前侧 大腿后侧 对不对 在膝盖上有问题 但是我很明确的就是 等我恢复以后 我花一个月的两个身 专门去抢好腿部的力量 然后顺便说一下 我这膝盖 为什么会受伤 实际上 以我个人的特色 其实就是训练过度 其实就是训练过度 那么你懂得 训练太多了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 我会又打球 又做力量 又做弹跳训练 然后呢 同一天做很多东西 然后呢 时间久了以后 你懂得 而且我这个膝盖实际上也是 就很久以前 其实就有一个伤 这个伤 然后呢 我一直没有 就是太重视 然后现在就逐渐恶化 这是一个慢性的一个伤 并不是提醒伤 所以慢性伤也慢慢痒 所以呢 下个问题 下个问题呢 好哥 切场怎么办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绕回来了 我们今天呢 其实就是在绕圈圈 对不对 你就绕一圈 两圈 三圈 切场一样的 一高人胆大 你越牛逼 你就不会切场 你觉得我会切场吗 不可能的嘛 不可能的事情 我这是 我这是希望 看我的人越多越好 因为我水平太高了 实际上呢 你懂得 这个呢 其实就是你要训练 你要训练 天天训练 训练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然后呢 你水平高了 你就不可能切场 你希望所有人都看你 你希望你 你希望你懂得科比 你就 你就进了 你就赢了 提升水平 你不可能害怕 对吧 然后呢 哇 这人 问了好多问题啊 在学校打拳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快空意识 好哥有啥建议 关于打拳场的 还有个人打中风 但是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和他人是你对抗 一小打大 一小打大我之前说过 对抗其实我也在视频里说过 怎么打拳场 在队友都没有这个快空意识情况下 还有个人打中风 实际上我再说一遍 如果你不是打就是高一些的一些非常水平高一些的一些体系内的篮球 Organized Basketball 就是说 专业 偏专业系的篮球 如果你不是打一些高水平稍微高一些水平的篮球的话 位置这个东西是很混乱的 就算你打高水平的篮球位置也是很混乱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体系下 每一个体系每一个教练 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战术 对不同的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定义 对不对 你说你是中风 中风和中风也不一样 你说你是空修后卫 空修后卫和空修后卫也不一样 对不对 哭里是空修后卫 对吧 微少是空修后卫 两个人做成长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那么所以呢 不要动动就说位置 我们你懂得吧 包括我在这个栏目训练计划 很多人问我说 你这个训练计划有没有按照位置分工 没有我培养的球员 只有一个位置 那就是杀手 那么呢 你现在呢 问题来了 你打全场 你的队友都没有这个 很好的混乱意识 那么呢 这个你应该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想 作为一个杀手你会怎么办 因为杀手队友没有圈上意识 没有圈上意识说明 就是他们不会打球 那么你跟一群不会打球 人在一起打球 你应该怎么办 你自己干 你就呀 你就 你懂得一个人 就一条人 一打五 一打五 一打九 一打十 你懂得 我有时候我以前小时候 这个 你懂得 虽然我以前 你没有现在厉害 但是呢 你懂得 当一个人 当你跟一群不会打球 人在一块的时候 没必要穿球 你就 你跟你说 篮筐永远是空位 你不要管你队友是空位 篮筐永远是空位 对不对 队友空位 不要管他们 你就穿给篮筐就行了 穿篮筐你就赢了 然后呢 我们看下个问题 然后又有人到我视频了 Good for you 上帝保佑你 谢谢 下个问题 UP主 这个发一期 发一期关于投篮姿势的视频 这个如果 如果看到了 做了的话 我会三连的呀 这个篮球姿势的视频 篮球投完教学的视频 我其实也发贵 你可以去看 往往我一年前的视频去翻 姿势呢 其实我再说一件 姿势呢 个人呢 虽然我自己 我还真的是 专门去练你的姿势 但是呢 姿势呢 其实你现在看起来 真的无所谓 你只要能把球 扔到筐里 不管你用什么姿势 两个条件 只要你能把球 球扔到筐里 只要你能就是 在防守人面前 把球扔到筐里 不被冒 那不管你什么姿势 你想怎么投就怎么投 唯一有很多 有很多偷刀建议 比如说你手压腕 你这个脚要对齐 你要square up 对不对 你要用腿 你胳膊肘要几十 多少度动 你可以去尝试 哪个手指碰球 你可以去尝试这些小建议 那这些小建议呢 说实话是因而异的 因为你看NBA 你看任何打球的人 没有一个人跟另一个人 是托罗兹是完全吻合的 对不对 Clay Thompson是一个好射手 库勒也是一个好射手 自私完全不一样 雷吉米勒 对不对 Ray Allen 完全不一样 那么你要找的 就是适合你自己的头 你怎么输怎么投 怎么能投进的头 让你加上大量的练习 你就赢了 下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现在也是12点了 好哥 今天这个最后一个问题 明天接着讲 好哥问一下 打球半年了 打的空位 基本功一般 投篮还可以 五投三中左右 最近有几天没打的 现在投球完了 完全 现在投球完全感觉不会了 怎么发力 首先呢 你这个打了半年 不能说明什么 打了半年 你投了五投三中 你还可以 有几天没打的 投了就不会了 实际上 这个问题呢 样子 你多练啊 首先是这样 这个篮球这个东西 起码对我而说 对我而言 你付出的小时 不会因为你以后 突然有一段时间不打的 你以前付出的那些 精力啊 训练啊 都会就是 功亏一篑 不会这样的 你以前练过的小时 你以前练过的 花出去的那些时间 以后 它不会就突然而然就消失了 它会 它练完了以后 这个你的科普训练 你的探数 你的精力 你突然说技巧 它就安装到你身上了 你不可能以后 因为你好久不碰这个软件了 这个软件就突然而然就消失了 所以呢 你要做的其实就是继续练 很多人觉得 我自己练了 有一段时间 老练老练老练 然后突然有一段时间 我就偷不准了 然后觉得自己之前练都白费了 没有的事情 你事情发生在哪里呢 事情发生在你的脑子这儿 你脑子出问题了 你脑子 这个 因为跟你说 偷尔 很大一部分 就是你的脑子 你觉得你能投进 你就能投进 比如说 我像发球 对不对 我发球的心态是 其实你发球 绝对像1%分钟度 那我就真的 如果你一个人发球 想的是我一定要努力发尽 那他就很有可能丢 所以这是心态问题 我说的很简单 但实际上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包括我而言 可能会比我说的也难很多 但是大致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比如说最好的例子就是 我现在膝盖受伤了 我不能像以前一样 天天练头蓝 但是我现在有偶尔 我也会去球场 随便投几个球 我命中一转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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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过去的好几年以内 我花了很大的时间去训练 以前偷好几百个 偷进好几百个 对不对 每天持续持续 所以我现在这些东西都安装到我时间 这突然这个技能就是我的 我肯定是平等的 所以这些东西就懒悉了 陪远几百个 卫正 Reid 他非常帮助 我现在还需要 我不管我现在过去几个月 连续一个月或者一天去两个月 没有碰球 打球 真的是很准 前段时间我发过一个视频 100投80多钟87钟还是86钟 那个视频发之前 我已经连续跑几周没有摸球了 但是当一个软件安装到你的身体里的时候 它就是你的了 我现在也不会想到拿球我就很准 今天我去投楼随便投几个球 百分之百分之五 这就是射手应有的心态 不要想什么几头几重 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七十 你不要想这些 投楼我只有一个命中 我就百分之百 别说你投楼投100个进你的 投100给我进200个 这是应有的心态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呢你到时候该训练的训练 对不对 然后你就赢了 这是篮球给说的 我也不回答问题了 回答问题下个视频回答 篮球给说 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九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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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都是你的心态 你记住和身体素质 还要你的这个篮球理解 是可以到达一定程度 但是你再往上判的话 就是这个心理素质 就是你这科比为什么是科比 乔丹为什么是乔丹 因为他们牛逼啊 他们这儿牛逼 对吧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我们希望各位呢 各方面都越来越好 然后呢感谢上帝 然后给我这个机会 在这个视频上 就跟大家这个 回答各位这个问题 然后呢 我也该睡觉 各位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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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